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陈慧文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全球股市震荡 投资人转向 印度成为避风港 全球新兴经济国家的股市震荡 对印度似乎未受影响 中国股市暴跌30% 但印度股市却增长5% 是亚洲唯一成长的股市 由于对中国股市的担忧 外国投资人本月投入 印度股市的资金约为11亿美元 一举扭转了前两个月 资金从印度流向中国的趋势 由于印度依赖能源进口 石油价格下降也有助于资金回流印度 使印度变成投资人重新布局的赢家 美国国内机票价格 今年秋天将降到新低 司法部对主要航空公司 是否合谋勾结抬高票价展开调查 再加上能源价格下跌 使得燃油费用降低 还有旅客的需求减弱 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机票价格 8月降到新低 机票价格通常在夏天过后降低 从秋天到初冬保持稳定 而从9月到年底前的平均票价 预计比去年同期下降2.8% 为4年来最低 因此消费者在年底前 可能享受更廉价的机票 美国房屋拥有率只有63.4% 是1967年以来最低 联邦人口普查局最新统计显示 美国房屋拥有率 今年第二季降到63.4% 为1967年以来最低 全国拥有房屋率最高的时期 是房市繁荣的2004年底 当时的房屋拥有率为69.2% 超过50年平均的65.3% 银行收紧借贷标准 和不断升高的房屋价格 特别是部分地区低价位房市的房价达到新高 使得首次购物者受到的影响最大 转而改为租房 也是主要原因 社群媒体龙头反对 反恐警报提案 自从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大爆料 透露政府在科技公司合作下 大规模监控客户资料 消息传出后成为社群媒体的噩梦 参议院新的反恐警报法案 要求社群媒体只要得知任何恐怖分子活动 都必须通报联邦政府 社群媒体龙头、脸书、Twitter、雅虎和Google等 对新法纷纷表示反对 担心法案范围太广 一旦实施只要错过暗示攻击的一则影片或贴文 企业就会吃不完兜着走 而且通报不断 可能让执法单位疲于奔命 结果政府反而更难收集到有价值的情资 旧金山加大欢迎勇士球队进驻Mission Bay建立新球场 旧金山加大日前公开欢迎勇士球队成为Mission Bay邻居 支持清建全新球场的计划 但声明必须先改善疏通交通问题 因为球赛和大型活动带来交通堵塞 可能延误病人到达医院接受治疗的时间 改善交通流量应该是推动新球场计划所需要关注的重点 中半岛Millbury红灯右转单月罚单1555张破记录 交通资料显示 今年6月中半岛Millbury总共发出1555张罚单 创新Millbury街头摄影机安装9年以来的单月最高记录 不少驾驶人开车经过Millbury Avenue时 因为红灯右转被摄影机抓到 因而接到罚单 惨痛付诸500多元的罚款 被罚的理由是 汽车在红灯前没有完全停下来 仍继续移动Rolling 而非交通规则所要求的完全停顿 Completely Stop 所以红灯右转时要特别留心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